大家好,我是刘亦 豆皮和粉条是我们餐桌最常见的食材 价格十分,老朋友都喜欢吃 今天就用这两样食材分享一个好吃的做法 香辣开胃,下酒又下饭 最适合这寒冷的冬季 做上一锅吃着非常的过瘾 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 简单又结地气 您一定能够学会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干粉条100克 我这是水晶粉条 没有的可以用红薯粉 不过红薯粉比较长 泡好后一定要剪成段 才方便食用 把粉条装入大碗中 放入5克的食盐 然后倒入没过粉条的开水 先浸泡10分钟 用开水泡粉条加入食盐 来让粉条快速地吸水 准备新鲜的豆皮两张 再根据自己的喜好 准备一些青菜清洗干净 目的是丰富口感和均衡营养 这个季节的青菜特别多 也非常的好吃 我今天用的是油菜 把油菜清洗干净 捞出 提味的香菜 并不可少 有两颗就够了 也是同样 一定要清洗干净 特别是根部 要不然吃着会牙疹 洗好后 先放一旁控水 接下来切豆皮 把豆皮像这样多折几次 改刀切成小块 这个目的是 让切出的豆皮丝不要太长 要不然不方便食用 一大块豆皮 大概分成小的六块 然后再卷起来 这样切出的粗细更均匀 稍微切粗一点 因为豆制品切得太细容易碎 切好后装入盆中 接着把控干水分的油菜也改下刀 这样受热均匀成熟块 接下来准备小料 大蒜子三颗 先拍破 然后再剁碎 剁碎后放入盆中 非常的提味 控干水分的香菜切成段 不喜欢吃的可以不放 生姜适量切成姜片 大葱少许切成葱花 切好放入盆中 这两样是用来炒料的时候用 食材准备好后进行下一步操作 可以看一下 这是通过十分钟的浸泡 粉条已经泡得非常的透 起锅烧水 先来汆烫豆皮 放入三克左右的食用减粉 可以使煮出的豆皮 口感吃着更加的软嫩 不喜欢吃这种口感的就不需要放 开锅后倒入豆皮 用勺子推动 让其受热均匀 这个汆烫的时间切就不要太长 要不然容易把豆皮煮碎 开锅后汆烫40秒钟 即可烙子 捞出后倒入清水中 最要是清洗两遍 目的是去除碱味 要不然吃着口感容易发色 清洗干净后到处先控干水分 接着另起锅 把锅烧干后放入适量的葱油 再放入少许的猪油 用混合油做蒸 一定平行 煮热后下入葱姜 先煸炒出香味 炒至姜窗微黄 香味才浓郁 接着放入10克左右的 皮鲜豆瓣酱 炒出颜色 炒出红油后 再放入10克的火锅底料 增加香味 然后用勺子 慢慢地炒散炒化 炒出香味 喜欢吃辣的 可以再放入5克的粗辣椒面 增加辣味和颜色 不喜欢吃太辣的 接着从锅边烹入适量的料酒 吸出过半中的生抽味 而且酱汁的颜色还更加的红亮 再从锅边烹入10克的生抽酱油 皮鲜皮鲜 烧去的老抽上颜色 把酱料时间稍微要炒长一点 炒至酱汁亮油 这样再来烧至食材 香味才浓郁 然后倒入开水或者是鲜汤 做这个菜 汤汁建议大家多一点 因为粉条比较吸水 汤汁烧开后熬制一分钟 然后倒入粉条和豆皮 用勺子推均匀 调味放入少许的盐 半少的鸡精味精 和一点点的白糖 不味提鲜 用勺子推动 化开调料 保持中火煮至两分钟左右 然后下入青菜 用勺子推动 再煮至两分钟 把青菜煮至断生 煮至豆皮和粉条 都吸足汁水 颜色黄亮 再放入少许的香油和花椒油 增香提味 然后出锅 装入一个大的汤碗中 装完后 再把剁好的蒜末撒在表面 接着起锅烧油 再准备适量的干辣椒和红花椒 增香提味 油用烧出汁子味 然后浇入 浇化出香味 最后放入切好的香菜段 和炒熟的白芝麻 美味集成 这样一道简单家常香辣滑嫩 尤其是冬天做上一锅 吃着软腥又软味的水煮豆腐皮就做好了 更多将常菜请关注留意美食 感谢您的支持 喜欢的朋友记得帮忙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词咬赞词